这个港大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 他是一个外籍 他是日本人 他叫做福田金二 然后对这个闫丽梦博士 他回应闫丽梦博士 在这个南华早报刊登了 其对此事的回应 他是这样说的 他发布了一则声明 港大相关研究人员 从未进行所谓秘密研究 打引号 闫丽梦指控 并不属实 首先我们看这个福田金二 他是港大卫生学院院长 他是什么 他是日级曾担任日裔 日裔不是日级 日裔美级 曾担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防控部门负责人 2016年入职港大 然后担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好 这个 然后在这里 他首先我们看他的 首先这个报道就是凤凰网出来的 来源于环球时报 南华早报 然后进行刊登 南华早报 大家知道是中共的大外宣之一 是不是 第二 他是什么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 曾经担任 谁是总干事 当时就陈逢负贞 现在谭德赛是谁把他搞上去的 那不就陈逢负贞吗 是不是 对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防控部门负贞 他是做什么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搞病毒的 安侯 他是搞细菌的 这是第一点 拜行 对 他不是会搞病毒的 他是玛丽克把他捧上去的 他是玛丽克 玛丽克是这个绝对的幕后大佬 就有点像王岐山种 他是玛丽克把他弄到这个 卫生学院做院长的 这是首先第一 你看他是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 跟陈逢负贞关系 很铁 大家上网去查 你就知道关系很那个 很密切 这中共在世卫组织已经布局了很多年 告诉大家 对 就是因为03年 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布局 然后 你去看看 陈逢负贞 他自己亲口说的 他能做总干事 就是因为 中共的帮忙 就是中国政府的帮助 他才可以进去 大量的资金 什么非洲 这些国家 就买 就是买票 然后最后搞定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脱离世卫组织 他一是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 你就知道 这啥人 是不是 虽然他是日裔美籍 大家不要以为 是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 或者长着一个白人的脸 他就 那利普金还给中共站台呢 是不是 多得去了 中共非得找一个外籍 体现 你看这个外国人都说了 闫丽梦指控不属实 那我们看到指控什么东西 他说的未进行所谓秘密研究 对不对 对于闫丽梦在美媒采访中 对潘力文 菲伟师等相关专家指控 福田金儿回应称 这些专家都没有参加所谓的秘密研究 哎 安红女士 你那个十三分钟里头 死地无疑 有没有提到秘密研究 好像没有吧 十三分四十二秒 没有提到秘密 提到了那个 有一个提到一下下 有个小黑屋子提到了没有 这个秘密研究 不是那个秘密调查 知道吧 那个调查是WHO的 具体的那个调查 他说的是秘密研究 这个叫做福田金儿 秘密研究是咱们在这里说的 你说是不是 没错 咱们在这里说的 说他们有个小黑屋 进行各种秘密研究 这个秘密研究 就是和中共国有关的 这些东西 是不是 郭先生也说了 但是他们在这里 此地无疑三百两 首先 我想我想问这个 这个日益美籍 福田金儿 你是搞戏剧的 你都没资格进这个 P3实验室 搞戏剧的 没资格进这个病毒 P3实验室 P3实验室 是不是 他都没有license进去 他怎么知道 没有才 没有搞这个秘密研究 你说是不是安康 首先 你只有在他团队里头的人 你才有资格站出来说 至少你福田金儿 你不是他团队的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可以说 否认他没有 是不是 然后还值得一提的是 遭遇 严厉梦指控的 潘烈奥菲尔士 在他们研究上 曾参与 非典 H5 N1 埃博拉等病毒造成的 疫情研究中 他们对这疫情防控 做出贡献 也为各大国际组织学 卫生组织学术机构 所认可 这个东西 没有说不被认可 但是这种认可 是不是 难道就能否认 他是 这个中共的石正丽 或者很多 大多数 这个 哪怕搞这个 这个帮中共做这个核武器的 还包括之前伊朗 来做这种核武器的 不都是一个个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吗 学是 学术机构认可的 但是你为政治所用 被中共所用 这就是你的邪恶 那更重要的 你这里头 就是典型的 死地无影三百两 他这句话 其实 就是意思告诉大家 这个潘烈文 陪 这个玛丽可 这两个人 是吧 之前做了很多贡献 如果以后 哪怕出了事 你们也酌情考虑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还说 福田金耀曾在一部内部声明中提醒 公共卫生学院级本校相关事 需注意媒体怀有敌意 诱导性倾向 谨慎提供相关研究和本次事件的信息 这不是一种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说话 你们如果说话 那就是 国安法就来了 就对付你了 是不是 怀有敌意 你看 这什么叫怀有敌意 跟国安法说的一模一样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是不是 特务 就是你们不要 被他们给引导了 你们不要提供 这叫你如果提供 你就是有敌意的 你就是特务 然后在 此前 什么什么 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 然后你怎么看这个 做一个 这个咱 你是 非专业人士 对非专业人士 怎么看